我发现一个问题 大家对养兰花 主要提的还是怎样养好叶片 怎样养好根 但是却忽视了对炉头的管理 炉头是兰花的生命所在 所以必须要把兰花的炉头养好 嗨 家人们大家好 我是火凤凰 这期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 怎样才能把兰花的炉头养好 兰花的炉头其实起着一个沉上其下的作用 兰花的根在吸收了水分和营养之后 提供给炉头 通过炉头输送到叶片 由叶片产生光合作用和蒸腾作用 转化成营养 然后再传输给炉头 所以大家看一看 如果自己养的兰花 炉头比较饱满 那么这株兰花长得就比较好 所以养好炉头显得尤为重要了 那么怎样养好兰花的炉头 我们首先要从栽种兰花说起 惠兰的炉头比较小 所以惠兰平时栽种的时候 要比其他的兰花栽种的要深一点 建兰的炉头最大 所以一般栽种建兰 都会把炉头整个漏在外边 春建的炉头呢 要比惠兰的炉头要大一些 所以春建栽种的时候 炉头一般露在外边三分之一 墨兰寒兰春兰栽种的时候 一般会把炉头露出来三分之二 这么做的目的就是 让炉头通风透气比较好 不至于把炉头捂坏了 一般给兰花扑面的时候 要盖住炉头 那么盖住炉头的质料 也是比较通风透气的 有时候还要根据季节气候 温度进行适当的调节 比如说在高温高湿的季节 那么就把炉头多露出来一点 在冬季可以适当的 把炉头遮盖起来一点 起到保温的作用 再一个在春秋季节 为了保证炉头周围的温湿度 让炉头能封裂出花芽或者是叶芽 这时候也适当地覆盖住炉头 等叶芽出土之后 再把周围的质料稍微拨开一点 让炉头露出来一点 第二个方面是 平时养护的时候要注意通风透气 炉头周围如果覆盖 不通风不透气的东西 那么炉头就会容易产生腐烂 第三个方面就是给炉头经常晒晒太阳 比如说很多人把兰花炉头露出来 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或者是全部露出来 炉头在接受到光照之后 会把叶片吸收到的营养 聚集在炉头里边 然后进行萌发花芽或者叶芽 当然给兰花炉头晒太阳 也要选择季节 比如说现在冬季 那么你可以尽可能地 让兰花的炉头多晒一晒太阳 让它多晒一晒太阳 然后封裂出叶芽 如果冬季的时候给建兰多晒晒太阳 那么春季天气转暖活后 建兰就会萌生出花芽或者叶芽 并且晒过太阳的炉头 营养充分 发的叶芽或者是花芽就比较壮实 再一个炉头多晒晒太阳 可以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 让炉头少生病菌 特别是建兰的炉头在膨大的时候容易裂开 那么这时候 如果可以晒晒太阳 杀杀菌消消毒 通风做得好了 那么炉头就不会产生病菌 第四个方面 在施肥的时候 无论是液体肥还是固体肥 你施肥的时候不要湿得离炉头太近了 如果太近了会烧坏炉头 炉头烧烂了 再好的根也没有用 所以炉头相当于人类的心脏 如果心脏出了问题衰竭了 那么其他器官再好 也没什么用 所以一定要把心脏保护好 兰花的炉头保护好了 那么即便是有时候你不经意间 把水浇多了 或者是肥湿浓了 烂根了 那么你可以及早地把它脱盆 把烂根剪掉 然后经过杀菌消毒处理后 炉头依然会萌生出新的根系 也可以萌发出新的叶芽 只要兰花的炉头是好的 无根无叶的老头都能捂出苗来 这就说明只要兰花的心脏好 那么就会有起死回生的机会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啰嗦到这 喜欢我视频的请给我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